利益 為師傅 我的意思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沒法出來 大家都去騎 所以當初工作不夠 很久 我自己覺得好像 如果剛好市場好像是 例如五年還會興奮一種 那個方面又會轉 好像早五年 就是Moropoly那些 就是那些名牌 那些抄暗一點 不是叫老鼠 那些抄暗一點 是有一段時間很興奮 你不覺得所有東西其實都會錯過 那些能量不會這樣爆 它就存了 所以有一個錯 所有現在爆出來的東西 你不要想太幸運 不要想太幸運 是不是很幸運 因為有些什麼意外 很偶然 我覺得 有些畫卡通 老實說 我真的覺得 其實畫卡通是最慘的 因為他說很多都不會 購買這個錢 因為它有很多 就是Mask Production 一是有Trip Figure 一是有Mask 一是有Mask 坐好很多 然後有風潮 就令到那些東西 真的很好 但是那些東西 不是有一個感覺 不是有的 現在有些畫水馬 或者是不同的地方 有什麼不會計畫 那些風景 其實都不是真的風景來的 我作為觀眾的角度 你可以這樣看 就是說 現在是不同的畫家 是策略的 策略 另一個角度 就是用畫家 其實他們為什麼不畫好 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經驗 如果能夾得到 就放進去 如果他又看漫畫 又畫好角畫 他就把這些經驗放進去 其實都很自然 因為 很難 因為做畫家 或者Art Scene 就是要成功 真的很難 如果你沒有這些特別的東西 你某程度 你策略都放進去 就是試的 但是在觀眾眼中 其實這個就是市場 就是說 我有這些選擇 有那些選擇 有那些選擇 那我就選擇了 但他成功 就要看 你的Galas Girrita 他的動態 你不拿你最好的 就沒有 你真的不拿你最好的 所以這個都是 你不誠實 你不誠實 你會不會輸 就這樣 Depel 就是譬如我們 有時太風景 是因為你想記住 那塊 你自己的記憶 所以就畫了出來 就好像 This new life 一樣 只不過它是 另外一個 不是object的東西 反正對我來說 有點像是這樣的 我想留住那個記憶 就好像你拍照 你只不過想留下 那塊的記憶 但現在的人 好像不是說 那樣東西 但是現在 有很多有趣的現象 在這兩年 就是因為很多人移民 他帶不走 香港這片風景 他帶不走 香港這個 曾經記憶中的記憶 例如原文化的東西 或者曾經在這裏擁有過 一些習慣的東西 所以對他們來說 例如一片的那樣東西 是一個很 突然之間變成一個 很trendy的東西 和很珍貴的東西 那我就解釋了 為何是黃俊熙 和黃俊熙 如果他有這樣的說法 就能解釋到 因為他 就算說得不像 那個系列 電視是好像很 同性同性同性 那樣 又是香港人 去說話 你不是 就像大家一起 集中想 那樣 東山 這些是一些 香港 外出的地方 那些美標 其實都是說香港話 我覺得 所以那種 亦都是 為何會這樣 覺得大家都有不明白 是啊 我想說 中國畫裏面的風景 由頭到尾 會畫超過70% 即使他們說到 即使他這樣說 其實我都覺得 傳異 第二 就是 砌載一個 因為已經有一套物法 那個又是傳統 即是70% 我相信 即不只70% 其實是 製作出來的 因為你已經有 把握索生的物法 你就將這些模具 砌載出來 但它有好處 就是他給了一個比喻,你想不到什麼,你都很厲害 所以現在我們有時見到一些水文畫、風景畫 其實你問他,這個怎麼出來的?其實是他想像的世界 是,不要砌出來,他之前想畫一張畫 其實最好的程度就是用山掃來講 因為山掃已經有些模型,有一個pattern 已經知道怎樣做 或者有些畫都會問QA的那個,怎麼畫他的東西 他心急就很重要,你只要任何東西畫出來 你全部抽獎好,你只要加一個山,他就會變得空間 只要有上下概念,就已經是空間 你不用擔心,你真是有多方便的一件事 對於遊客界來說,真的很方便 所以就算你說,我真的不知道為何給個名字 我又講的名字,解釋完 被人批圖還不容易解釋 是啊,我記得那次的展覽是Bondhans那裏 你看到那些山友去到那裏,我很興奮的 認得到嗎? 是啊,認得到的 其實這次的展覽是Bondhans那裏 其實這次我們展覽是Bondhans那裏 也是的 那些人都提了幾次 然後我就帶走 那種是一個記憶 是一個感情的那一件事 突然間變成這兩面 就很有趣 這件事呢 因為有一個這麼好的話 大家就出來做到這件事 你想想呢 如果現在用,不是從專業的角度 其實有機會是很老頭的 我也是覺得 大家都在香港人 他說的東西就特別好 因為其實我沒有想講一些好的話 因為我自己 我很喜歡上網看很多毛利頭的東西 最近我就看龍蝦 然後我就發現了一件事 東方和西方看龍蝦這件事 龍蝦? 龍蝦 西方他們會拿到一些資源 然後做一些很實際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看到頭盔 那一塊頭盔就不知道叫什麼 Lost a tail 然後他的頭盔怎樣呢? 其實就是 後面有一層層的東西 就像龍蝦的那樣 就提供到一個很實際的保護 然後我看到這件事 我再看看 日本那些頭盔怎樣 日本那些頭盔 日本那些是很帥的 他們 我覺得有一點點不是太軟 那些實際的東西 他們是整隻龍蝦都黏在龍蝦上面 是整隻龍蝦那樣的 然後那一刻 我就突然想過那邊 我想畫畫畫 就是把這兩個頭盔放在一起 但然後到這一點 他就在想 問問問問 為什麼 我真的不賣兩回家 放在一起 或者你也用想去做 為什麼我第一個想到 其實是想畫出來 我覺得是我透過畫畫可以強調某些位置 強調某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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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件事就是我想告訴你們自己的東西 你剛剛碰到規劃裏面最重要的問題 即是今時今以下有很多Montimedia 又有攝影出現 為何還要畫呢?這件事是值得研究到的 值得去講 還有一件事,Pentang 為何還是這麼受歡迎 有這麼多人的美才 事實上,Pentang 如果說要切入現實生活 我覺得很簡單 你不會給了conceptual art 例如阿晴展偉去打工 如果想打工 你不可以打工 你不可以打工 你怎樣怎樣呢? 你不可以 所以conceptual art 怎樣做Pentang 我做些甚麼呢? 我覺得用了filter 大家在想 為何還要畫呢? AI regenerative 即是說現在 徐梨他都可以用AI 即是它有用AI 但它的軟件很像 即是六成、七成 但精一求精 它真的可以做九成 即是可以再翻譯 好 那為何還要畫呢? 這個就是Human as a filter filter當然是說 我可以將這些東西再放大 但這項目的Purpose 不是因為 有甚麼特別的價值 即是因為你能否觀察到 AI能否觀察到嗎? 也都可以的 其實就是Human being 那個Pux 唯一是那個錯路 那個出錯 還有人的Human mind 覺得很美 所以令到Human work 即是Human的切入是work的原因 是因為Human是完全整的 還有你會有很多trauma 在你人生裏面 不同階段有你的trauma 機器未必有 因為你有陸體 好 其實這些東西 因為你一個很不原理的東西 然後你Encounter自然 然後你reproduce 那個自然 reproduce的方法 又是這麼不原理 那麼不原理 的時候 我畫呢 其實就是畫 怎樣還要畫 來表達這個自然呢? 就是因為 你就是要Embrace 這個不原理 你給一些不原理 看回 嗯 對於我是一種Limitation 我怎樣 deal with limitation 因為我可能 我經常都覺得 我有去做守峰 這些今晚守峰不守 我自己跟自己說 都畫了這麼多年 都會有這些落差的 其實你所有都是 做出來的 但真的是的 我真的做不到之前做的 某個moment 而這個正正真是一個實際 就是我作為一個Human的Limitation 或者是我怎樣 在這些時間空間之下 人的一個存在 就是有這些落差 但是如果你說 AI的設定 或者怎樣 其實有一種System 可以繼續溫 它這些不會說這些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 其實原來 我都追尋 我是追尋這件事 因此說是 是的 AI人最大的分別就是 AI沒有身體 這些身體會影響到 腦袋怎樣想法 以及想選擇的 你的身體 即是你的病 你頭痛 你的腦袋 你小時候 誰罵你 這些東西 影響你 今天怎樣想法 AI沒有 大致人會輸入一些 身體和客觀 健康的屬體 而更有辦法 成為一個 落空原理的人 而這個 這個原理的人 你是一個 浸透 遇到一個 內部的鏡頭 浸透了之後 變成一個 內部的鏡頭 因為內部的鏡頭 再補充 然後再補充 追求他 有人經常說 這些藝人當然是 追求完美的 其實我們 原來 我覺得原來我們追求完美 是說 其實我們是不完美 所以 即是說這件事 其實我們是不完美 說這件事 我會做的 那些鮮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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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